我們的教學理念其實很簡單 它有四個步驟 感受、想像、時間、分享 它是一種教學的贏家 我們DFC台灣團隊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是 支持在教育現場勇於改變 但是他們常常會覺得比較孤單 或者是想要放棄的老師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 把DFC這樣的教學工具 放在那邊、維持在那邊 去引導老師們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但它一定會很值得 所以是一個心態上的陪伴跟調整 2019年是我們轉型的一年 我們開始注重師陪 開始注重宗子學校的陪伴這樣子 因為我們本身團隊滿多人是來自於教育背景 那其實我們對於怎麼樣去經營一個組織 是有的時候是很慌張的 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的 所以就是會一直跌倒然後一直學習 所以我們常常團隊的人會開玩笑說 在台灣做DFC這件事情就是我們自己的DFC